好莱坞大片上映 名字是《惊天魔道团》第二部 那么这部电影呢 刚上映了大概有四五天呢 票房就过了三个亿 它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票房成绩 首先有一点 它是好莱坞的特技效果团队制作的 就画面呢 看起来非常华丽 动感十足 另外还有一点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卖点 就是这个《惊天魔道团》里边 有诸多的魔术效果 这个使电影的观赏性 一下子增强了不少 我们看这部电影呢 它的主要情节呢 就是所谓的魔术四骑士 利用自己的魔术手段呢 把一些黑心伤人的 一些内幕真相给揭露出来了 然后使这些黑心伤人呢 受到制裁 所以这里边呢 大量的使用了魔术手法 比方说这人从高楼啊 跳下来了 眼看快落地的 突然变成超票 自处撒个东西 还有这雨下到空中呢 雨滴能停留的呢 所以你看着很炫目 就是这些东西呢 它不完全是这个电影特技 有好多呢 是用的魔术的时候吧 那边就能够